一起動動腦 冒冒 你今天上課好玩嗎 好玩啊 那這麼好玩 跟我們說一下 上了什麼東西啊 好啊好啊 檸檬哥哥 今天我們上自然課的時候 老師帶了殘寶寶來給我們看 老師要我們觀察 殘寶寶是怎麼長大的 殘寶寶啊 不然這樣好了 哥哥來趁這個機會 問問看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還有Momo 下面有三張圖 分別有不同的東西 小朋友好好的觀察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殘寶寶 第二個是毛毛蟲 第三個就是蝌蚪 這三個動物昆蟲 到底長大會變成什麼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看殘寶寶 長大會變成蛾 還是青蛙 還是蝴蝶呢 小朋友一起動動腦連連看 想一想喔 我知道答案了 那三寶寶寶 Sar長大之後 會變成蝴蝶 Momo Oh no 三寶寶長大 不是變成蝴蝶 那答案是什麼 小朋友 你們都知道了吧 答案就是鵚 對 我把它和蝴蝶都等了 不要 沒有關係 殘寶寶長大就是變成鵝 鵝的成長過程分成四個階段 首先會先從小小的軟 變成殘寶寶 殘寶寶最愛吃的就是桑葉 吃著…就會慢慢地長大 牠就會吐絲 結咏 最後就破繭而出 變成一隻鵝 聽你孟哥哥這樣說 我好期待老師帶著殘寶寶 變成鵝的樣子 我要每天去觀察牠們 孟孟 那你可要好好地觀察 再來我們看第二張圖 毛毛蟲長大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是變成青蛙 還是蝴蝶 這個我知道 我媽媽說以後我長大 就會變成漂亮的蝴蝶 我答對了嗎 孟孟 你答對了 對 像孟孟一樣的毛毛蟲 長大就是變成蝴蝶 其實毛毛蟲跟殘寶寶的成長過程 是非常像的喔 一樣是四個階段 會先從小小的軟 變成毛毛蟲 再來呢 這個時候就會慢慢地長大 從一靈蟲變成五靈蟲 這時候呢就會結咏 然後再破繭而出 變成美麗的蝴蝶 所以孟孟 你可要每天按時地吃三餐 這樣就可以變成美麗的蝴蝶了 原來我長大的過程 跟殘寶寶是一樣的耶 我又長了新知識了 又讓你長新知識了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張圖片 請問蝴蚪長大會變成什麼呢 這個我知道 蝴蚪長大以後會變成青蛙 嗯 毛毛 你又答對了 蝴蚪長大會變成青蛙 或者是蠶褲喔 蝴蚪在長大的前期 會先長出後腳 再快變成小青蛙的時候呢 前腳也會慢慢地長出來 等到小青蛙在陸地上跳啊跳的 它的尾巴也會慢慢地消失 因為在陸地上生活 是不需要尾巴的喔 哇 原來我在檸檬哥哥這裡 我也上了一堂自然課耶 那當然 檸檬哥哥以前呢 可是自然課的小老師 下一次呢 再來跟著萌萌 還有檸檬哥哥 一起來動動腦 點點看喔 我們下次見 Bye Bye outta the night 請轉 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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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